我是古真小南烟 我们现在正在参加 好看club创作岛达榜比赛活动 欢迎大家在南烟的视频下方 为南烟圈出知识点 多多点击有用按钮 祝南烟登岛 感谢每一位家人朋友们的支持 参加活动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击抽展的按钮哦 这样子还有机会 可以获取iPhone的大奖哟 欢迎大家多多圈出知识点 谢谢大家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古真悬弹的大拇指 我们前面交过的是扎桩 扎桩的大拇指是这样子 那悬弹是什么样子呢 悬弹的话手型一样是圆的 对吧 圆的也是全 我们的手一直演奏的时候 就是这个手型 一直不管是扎桩弹和悬弹 都是这个手型 那我们现在三只手指 已经离开了琴弦 没有支撑的这个大拇指要怎么演奏呢 它是往手心勾 往手心勾 那这个的演奏技巧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要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用这个侧边弹 有些学生他会用这个特别弹 发力错的 他是往前勾 勾起来的 但是在演奏的时候 像这个基础执法链 我可以看一下 老师在弹奏的时候 我这个手是没有跑的 千万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错的 弹的时候大拇指不动 手臂不动 手不走 就只有手指头动 手指头动 往手心勾起来 一 二 三 敲 往手心勾 不是抹 而且看准琴弦 不放琴弦上 看准琴弦 看准琴弦 对 这就是我们古中的一个弦弹 一个大拇指的一个演奏技巧 该注意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好看